作词 李宗盛 陪着我度过漫漫一生 我知道我是一个有能的女子 在心里编织自己的故事 等待你说出那些美丽的句子 我的人生才正常开始 我知道爱是一个太子深的字 只有你才能帮着我认识 你是否能够将它写进我们的故事 一直到你说爱永远不会停止 咱们能不能把婚礼往后演一演 为什么 俊贤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是我说错什么话了吗 还是做了什么让她不高兴的事 都已经订婚了 怎么我还是看不透你的心 俊贤 你到底还有多少心事瞒着我 照片 怎么这么专注的 看着这个全家福的照片 我想好好欣赏欣赏 美丽 照片上的你笑得好幸福 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是怎么藏都藏不住的 你不笑得挺灿烂的吧 宝贝啊 我觉得你很聪明啊 把这个照片挂这儿最棒 我一开门 我就能看到我宝贝女儿 那个那么灿烂的笑容 可是我觉得 Nancy好像有点不自然 会吗 我倒觉得还好呀 打从我认识她到现在 她都这样啊 什么都淡淡的 还有点淡淡的忧伤 宝贝 好像还有一个人 你没评论到啊 他心事太多了 我评论不了他 怎么了 没事 没事爹地就相信了吗 宝贝啊 看看你那脸 充满了问号的惊叹号 不是开心的惊叹号 而且还是错愕的惊叹号 这么复杂的心情 不跟爹地来分享吗 我怎么就像个透明人一样啊 一点心事都藏不住 你要透明了那就惨了 你要懂得藏心事 那爹地就惊叹了 爹地就烦恼担心了 其实也没什么事了 就是俊贤说 他想把我们的婚礼 往后延一延 往后延就延吧 反正我还不想这么早出嫁呢 等我嫁了人啊 说不定有多出多少人来管我呢 为什么要引吼啊 他有说吗 说了一大堆 我也听不太懂的理由 什么压力大呀 不吉利 反正我也懒得管他了 可能是得了恐婚症吧 其实这点我也能理解 不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 可能是给吓着了 宝贝 那你打算怎么办 是逼婚 还是 爹地 你逼什么婚啊 他又没说不要我 是不是 反正我也懒得去管他了 这个戒指 把我们俩套得牢牢的 能翻看到哪儿去呢 再说了 您女儿我 聪明漂亮 善解人意 又体贴温柔 又有帮夫孕 他呀 就是打着个登陆 在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 那当然 好了 爹地 没事的 往后妍妍也好 这样呢 我就可以安心 帮您和南西准备婚礼了 也好早日 把你们送入动画 董事长 大会儿俊选会来找我 莫名其妙的 无限期地把这个 雷雷的婚礼延期了 是吗 那雷雷 她能怎么样吗 也只能心神不宁地 强颜欢笑 行了 待会儿她拉着 叫她直接来找我 她还是屈服了 奶奶现在一定很痛苦吧 这不就是我的目的吗 我该开心才对呢 长痛不如短痛 这样对大家都好 董事长 在等你呢 把我弄得这么狼狈 你高兴了吧 告诉我 你开心了吧 出乎我的意料 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 我已经延后 跟雷雷的婚妻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 何小楠 你非要让我向你低头认输 你才敢善罢甘休吗 好 我说 你赢了 何小楠 你赢了 可以了吧 你满心了吧 我从来没有想过 跟你一笔高低 你不用这么激怒 白先生 我想你该进去了 董事长得等你呢 进来 进来 人都刚才刚从来 都透过毂了 你赢了 赢了 这不是赢了 赢了 李帅 是少林董事长得 你可以出了 权适合 你什么时候 不得看得到 开始吧 知道我为什么 把你找来吗 知道 要不要解释一下 伯父 我绝对没有 抛弃蕾蕾的意思 那你为什么 要无限期地 延后蕾蕾的婚礼 有第三者吗 当然没有 伯父 我一心一意 想要跟蕾蕾在一起 绝对不可能 跟其他的女人 有任何的暧昧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 是我 是我没有办法 克服心理上的障碍 跟累累无关 主要可能还是因为 那段不幸的婚姻 那你为什么当时 拿着一张离婚协议书 信誓旦旦旦来找我 说已经一切都结束 OK 当然 伯父 我指的并不是感情上的瓜哥 我也弄不清楚 我原本以为我能克服对婚姻的恐惧 可是我发现离婚期越近 不愉快的记忆跟印象就越明显 我怕贸然结婚 会造成蕾蕾的疑惑 甚至会影响到我们婚后的生活 那你为什么当初急着跟蕾蕾订婚 为了我的钱 还是为了你的天下董事长这个位置 赶紧配了我的钱 让山中传记 凌死回身 当然不是 伯父 我太在乎蕾蕾 太怕失去她了 我当时真的很害怕 您把蕾蕾从我身边带走 或许您觉得我很矛盾 可是我说的都是实话 自从我溺水昏迷醒来的那一刹马 看见蕾蕾握着我的手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这一辈子都离不开她了 那我他妈死不死肉了 还在跟我听溺水啊 我没有那个意思 伯父 那你听溺水干什么 提醒我 蕾蕾是你救的 想告诉我 你是蕾蕾的救命恩人 就因为你是她的救命恩人 咱们父女俩就 都让你来折腾是吗 杨俊勋 我告诉你啊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你的心思啊 我没卸你的底拆你的台 那不是给你面子 我是顾虑到我的女儿 我怕我女儿伤心 要是最终还让她伤心 对不起 那我就没法替你隐瞒了 我更不可能把你当成我的女婿 来栽培跟照顾 伯父 请您息怒 我承认 我没头没脑的延后婚期 的确造成了雷雷的困惑 可是如果冒冒失失地 在我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 不如礼堂 我真的很担心我们的婚后生活 还有我莫名其妙地息怒无常 万一 万一再让雷雷伤心的话 那绝对不是我想看到的结果 所以我选择延后婚期 伯父 我跟您保证 在这段期间里 我绝对会花更多的心思 去照顾雷雷的情绪 请您务必相信我的诚意 伯父 那你就给我个日子 多久才能准备好 对不起 伯父 我真的没有办法给您一个 确切的时间 但是我跟您保证 我会努力去做 这一点我真的很抱歉 你就会说这两字啥 抱歉 抱歉 关抱歉有什么用啊 伯父 我能理解您为何打发雷雷 就是因为我不想欺骗您 欺骗雷雷 所以我才选择实话实说 延后婚期 要是我自私一点 不顾一切地跟雷雷结婚 走进婚姻 走进家庭 甚至孕育下一代 那对雷雷而言压力更大 伯父 我真的没有办法很强心 把雷雷扯进我自己的挫败里 伯父 我向您保证 只要我准备好 我会跟雷雷立即结婚 绝对不会辜负您 辜负雷雷的 我希望你所说的话 都是实话 伯父 我说的每一字 每一句都是实话 不要再说废话了 我不想听这个 我也送你一句话 谁能在周 亦能复周 给我听好这句话 出去吧 不复材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婆 这是我近三个月的客户订单 交给你了 加油 我会你的 客户的资料都在我电脑里 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带电话 好好干 以你接单的速度 用不了得久 就可以坐我的位置 签下字吧 看清楚再见 那么强 我还怕你宽我 怎么样 都交接完了吗 差不多了 就差你签字了 好 真不想放你走 不过还是祝福你 谢谢 一喽 这段时间 得麻烦你多操心了 会很辛苦 不过你放心 我会尽快找到人选 来补上经理的缺点 虽然我不稀罕 你也未免欺人太甚了吧 除了压榨我 你还能有什么大出息 你放心 我绝不会压榨你 你现在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我会好好补偿你的 现在人数短缺是应该的 虽然我哪里有限 但我一定会帮助总经理 减轻一些负担 那就辛苦了 你忙吧 沈建红 你等着 我会要你好看 沈建红 沈建红 你等着 我会要你好看 才没多久时间 让你弄了这么多货 现在你相信了吧 我这人就这样 要不然就不做 要做就做得轰轰烈烈 弄个几十箱货回来 肥不了你也付不了我 我们做它干吗呀 这些药真有你说那么值钱吗 这些药可都是论科论利技家的高档货 等到我把天羽的仓库弄空 到时候沈建红就忙着跳脚 我们俩就忙着数钞票就行 囤鸡居齐一石二鸟 好 这沈建红绝对想不到 手下的超级业务员 居然拿假订单 讹他的货 这还得全靠你的鼎力支持 这仓库的租赁费 人头公司的注册费 送货人员的封口费 以及这些货的订金 都是从你那儿出的 我算货了 前前后后也有几百万了 要是我没有十足十的把握 能让你连本带立地转回来 我哪好意思开口啊 别这么见外 有缘千里来相会 这了解越深啊 就越发觉咱们俩 还真有点欣欣相惜的味道了 有件事我想问你 我们之间还有秘密吗 说吧 这沈建红是哪里得罪你了 能让你这么急着想整垮他 一定是朱友因吧 什么原因并不重要 不过因为他的无知鲁莽 把咱们俩推到一块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你说是不是 我能说不是吗 对了 销货的渠道谈妥了吧 差不多了 就差临门一脚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为了避嫌 也为了降低风险 我想把这批货打包 一个价钱包给那个人 到时候挣了钱 我们俩二一天做午 不知道你的意向如何 这不就失去了囤积居齐 低价高卖的意义了吗 那得看我怎么跟他谈了 当然了 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 我可以不碰这批货 等到时候你出了手 想给我多少钱 我就拿了多少 玲珑 你看看你 被男人害的 疑心病变得这么重了 我要是担心你宽我 我干嘛下那么大的本钱 在你身上啊 我是担心 这么大笔的货款 一下子进入我个人账户 这万一 这批药 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那我还真脱不了干系啊 这货又不是从我这出的 亏你还做会计 这钱不管怎么会怎么转 弄再多的人头账户 最后一定查得到源头 到时候你远走高飞没事了 哎 我这么大个目标 那我能不小心谨慎吗 那你说怎么办 这样吧 到时候我给你个海外账户 你就把钱全部回到国外的银行去 钱回到国外就行了吗 这你甭管了 我自然有我的渠道啊 我的门路 现在看到这批货呢 我心也安了 我得也赶回去公司开会了 哎 苏董 怎么了 你能不能也在海外帮我弄一个账户 哇 玲瓏啊你 你的脑筋转得还真快啊 那点谢谢先生 我要是不弄个海外账户 到时候你把钱全弄到海外自己跑吧 我可怎么办 哎呀 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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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要不要我去帮你放洗澡水啊 不用了 我待会儿冲个澡就行 明儿一大早就要出门得早点睡 代替小北人找到了吗 别提了 不是眼高手低就是狮子大张口 像小北这么踏实肯干 那又忠心耕耕的业务领导真不好找 真不好找 没关系 船道桥头自然直 别烦心了啊 老公 嗯 要不要我去帮帮你的忙帮你搭把手啊 反正最近这个小家伙也老实了不少 所以我没必要在家里边聊着了 好吗 你开什么玩笑 下个月就预产期了 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 放心 我能撑得过去的 再说了 最近玲珑的表现还不错 是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哪儿来那么大本事 好像拿订单对她而言 就像吃饭喝水那么轻松 每隔个几天她就能交上来一个单子 而且订的全都是高档铺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你这个老板也要大方一点啊 该表扬就要表扬 该夸就得夸 还有奖金啊 一定要给的 免得别人说你小气 说你的闲话 奖金肯定得照规矩发 表扬我看就算了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生了 上回德国公司续约那事你忘了 万一把她捧过了头 她又给我惹出什么大麻烦 多一事不如省一事 我看我就省点力气了 我觉着再怎么着 也要给别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才对啊 我给了呀 我没把她炒鱿鱼 就是给她机会 公司里其他人我都能嘻嘻哈哈 就这么应付着 唯独她一开始就被杨俊贤给宠坏了 对了 你二姐真要嫁给雷晴天啊 好像是 哎呀 幸好我娶的是你啊 不是你那个固执的像头牛的二姐 我二姐跟她结婚是有苦衷的 啊 旺杰 旺杰 旺杰什么呀 旺杰我二姐能看上你吗 说得一点都没错 只有像你这种傻妞 才会喜欢我这种两手空空的憨笑 哎呀我这沈建红上辈子 行了什么善积了什么德呀 能娶到一个像你这么温柔贤惠又体贴的好老婆 嗯 现在呀 你这个憨小子啊就会当老板了 所以我这个傻妞的眼光也是不错呀 没错 你的眼光最好 小夕 到现在这速度啊 公司很快就能盈利 很快就能开始还债了 先还你们经理那五十万 然后再还你爸那一百五十万 又没有人催你还钱干吗呀 不管有没有人催我 我答应你的事就一定要办到 而且 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办到 哎呀小南 爸 你怎么来了 给你送早点来了 要上班了吧 哦 您站了多久了 怎么不上您敲门啊 刚来一会儿 上去也没什么事情 完了你还得招呼我 烧饼油条都热的 豆浆也是热的 真香 上班时间还来得及吧 嗯 坐公交车应该还来得及 嗯 那我陪你走一段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嗯 哎 你们边走边吃 会不会影响寻向啊 那再不吃的话 一会儿烧饼干凉了 这样呢正好到公交车站 就吃完了 哦 爸 嗯 你这么大老远跑过来 就为了给我送早点啊 啊 早点是一天最重要的开始啊 我呀能帮你做的事情也不多 反正早上起来呢 总要溜弯嘛 想到了就过来了 那应该办个多小时吧 嗯 差不多 我正好知道你们这附近呢 早点铺不错 是吗 我怎么都不知道这附近 有这么好事的早点啊 你们上班的人哪有心情 跟我们这退休老人似的 四处闲逛啊 你们哪儿起来就上班 下了班就回家 除了赶路还是赶路 没心情欣赏四周的风景哦 哪有什么风景可言啊 爸您真会开玩笑 换个心情 这个视野就不一样了嘛 婚礼准备得怎么样啊 嗯 外办的都在陆陆续续的进行当中 主要是雷雷在操办 嗯 她对婚礼的想法特别多 也非常的憧憬 爸 雷雷的婚礼延后了 是杨俊贤的决定 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跟雷雷说的 你真的不知道 你不是想阻止他们俩结婚的这件事吗 现在如愿以偿了 是啊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的事情 还是没有减少 知道为什么吗 走吧 边走边说 省得耽误上班的时间 人跟人哪处久了 就会有感情的 现在的你呢 跟当初的雷氏的时候 很不一样啊 雷家妇女都对你好 你也会为他们着想 担心他们受到什么伤害 可我要不这么做的话 我怕俊贤对他们的伤害 会更大 未来的事情 反正我们不知道 也知道了不成未卜先知了 不过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 也只好就这么走下去了 刚才我说了 我能为你做的事情不多 但是我希望 你不要 做那些让自己后悔的事啊 爸 爱恨情仇 输轻输重 都要你自己来掂量 报复和伤害 牺牲和成全 都在你的一念之间 这些年一路过来 没有人替你 现在你怎么做 也没有人能够指责你 可是你这么一意孤行下去 真的能够减轻内心的伤痛吗 我不想简单地说 缺陷是一种美 可是缺陷 是人生不可能遇不到的 真的遇到了 就要面对它 正视它 解决它 然后放下它 如果你总不放下 为这痛苦 赚上一辈子 这个 不是你要的人生吗 我知道 我都知道 你内心 很痛苦 非常痛苦 痛苦得彻夜难眠 不能自拔 可是你真的痛苦得受不了的时候 为什么不回娘家呢 回到娘家可以当我们的面 痛哭一场 哭也是一种宣泄 简单里头不会有人笑话你的 有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这么做 到底是对还是错 有质疑呀 就讨论了空间 还有商量了余地 爸 事到如今 来不及了 我必须一步一步地 小心往前走 看有时候 把脚步停下来 就能发现另外一条路啊 真的来不及了 爸 但如果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我也不会这么每晚 都辗转返错 彻远难免了 雷青天他是一个好人 你也知道 他是一个 可以托福一生的好男人 嫁给他 起码能过上 安逸的下半辈子 也不会让您跟妈 为我这么操心 所以 这不见得 是一个错误的抉择 还有雷雷 杨俊贤根本就不爱他 没有感情 作为婚姻的基础 是不可能幸福的 那么 你爱雷青天吗 你们结了婚 真的能幸福吗 两个婚姻 同样的情况 可是你呢 用两种衡量的标准 去看他 你啊 应该好好地整理 自己的思绪 要不然 会在困扰当中 痛苦一辈子的 对不起 我没什么 没怪你 我只是不希望 雷雷跟我一样的不行 那是雷雷要面对的人生课题 你自己的事情还没解决呢 还给别人去操心 为我闪烁 温柔的天生 算了算了不说了 说多了你也不爱听 还是 你自己看着办吧 爸爸啰啰啰嗦 说了这么多 别烦啊 爸爸都是为你好 好好想想 自己的故事 等待你说出那些美丽的句子 我的人生才正将开始 我知道爱是一个太简单 吃完了吃午饭啊 爸 我知道了 你赶紧回去吧 才能帮着我认识 你是否能够将它写进我的口 爸 回去吧 一直到你说爱永远 不会停止 不会停止 你真是 两个人加起来都快一百二十岁了 还打情骂俏呀 你哪儿不舒服啊 牙疼啊 我不仅牙疼 我还想咬人呢 凤儿啊 你一个晚上楼上楼下 跑了多少趟了 你等谁呀 没有啊 没有 没有才怪呢 心生不凝的样子 你不说我不舒服是吧 阿姨 要说说你们家小夕去 成什么小夕啊 你淡天气好久没练了 是不是 你神经病啊 但 他妈我神经病 你怎么骂我神经病 他 他怎么骂我神经病 他 我怎么骂我神经病 我又没指明到姓了 你干嘛对号入座呀 凤儿 凤儿 这屋子里就咱们三人 你这神经病不是骂你阿姨 那合着你是说我了 我 爸 不是了 不是 我告诉你 一家人同住了一个屋檐下 见了面走得走得走 你打个招呼吗 你阿姨是关心你 那即便是他打招呼的方式 有点与众不同 是吧 可你是做小备的 你阿姨说一句你顶一句 他说一句你顶一句 你说让做长辈的心里头能气顺吗 你们两个今天是怎么了 全穿着我来呀 我知道了 每个月加盟店不给你们分红了 少了腕八千的 心里不痛快是吧 你真是马不知脸肠 猴子不知屁股红 你 你要知道你在加盟店 用什么赚钱的 是用省了海三个字再赚钱呀 要不然 你拿来穿名牌逛大街呀 我告诉你啊 我江一峰赚的每一分钱 都是凭我自己本事赚来的 跟沈家无关 你给我闭嘴 对 我告诉你 你不领我情可以 可你对贱民他爷爷 不能不知道感恩 对 饮水思源听过吧 我告诉你 你做沈家一天的媳妇 就得有做媳妇的样子 说得好有力度 爸 你们两个今天是怎么了 非要找我茬啊 看来 我以后干脆学雅巴 打手也好了 在这个家里说话也不是 不说话也不是 你看你快听到没有 说什么话呢 有媳妇这样教训姑婆的吗 这无法无天 谁呀 爸 玉峰啊 亲家 这么晚了还有纸交 有有有 太有了 刚才我还没进门来 就听见你们两位啊 一人一句地骂我的女儿 怎么 真以为我们家玉峰 娘家没有人了 你要是 娘家没人倒好 我们家倒能清静一点 你瞧瞧 你瞧瞧 你这话越说越不对劲了 爸 他趁我们家建民不在啊 硬是欺负我 算了算了 玉峰 别跟他计较了 走 进屋 我跟你有事话去 上去 东方 干什么了 怎么了 什么意思啊 你一进门拖着两条臭腿 戴着一张臭嘴 就这么 进来了 招呼也不打 你以为我们是旅馆呢 旅馆也得填个名字 留个身份证什么的 我们家又不是你们家的后花园 我刚才那不是 爸 不必解释 怎么了 这客厅要是有地方让我爸坐 我爸会挤到我那个小房间里边去啊 在这个家里啊 也只有我那个小房间 能够让我跟我爸 安安静静说几句话了 阿姨 你可千万别进来呀 有我妈在呢 小心你张牙舞爪的呀 我妈夜里出来吓你 放肆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你 纯妍儿地下有知的话 肯定先找你 一点分寸都没有 我越说越不像话 爸 我爸他只是来找我说点事 是阿姨他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家里进来一个人 我不给我问一下吗 谁知道是张三 或者是李四啊 或者是贼呀 他是张三吗 他是李四吗 他是我爸 是你们亲家呀 亲家 亲家也得有个亲家的样子 想上哪儿 不能上去 阿姨你让开 不让开 有什么事 不让开 你干嘛呀 不让开 你让不让 你干什么呀 你打我 我 我我我 我什么时候打你了 是你自己动手吗 谁打你了 是 我打你又怎么样啊 是你婆婆 叫我管教你的 行了行了 邱平过来过来 算了 你的管教过来吧 没有啊 快把我都吐吐啊 过来过来 你看你看 神都红了活该 不够你一般见识 你们这两位老亲家 当着我的面 教训我的女儿 我这心里头不舒服啊 亲家 你心里头不舒服 我心里头比你更不舒服 你这闺女不懂事 跟你长辈讲话没礼貌 你这跟她爸爸的 你让真懂事 你怎么不说说她呀 别跟她们说了 回房间 什么东西 你走啊 你走啊 你着急 由于你这么当爸的吗 看着我被人扇了一巴掌 你不知道还手啊 这么窝囊 难怪我在沈家 当牛做马十几年 还过得跟小媳妇似的 我终于知道 我为什么这么受欺负了 有一般原因全是因为你 好吧 你不要着急 你听我妈妈跟你说嘛 刚才我不是替你说话了 说话有屁用啊 还是被建明他爸 顶回来了嘛 你先别着急啊 你听我跟你说嘛 你现在不能着急 还得忍 我们现在还不到 跟沈家翻脸的时候 时机未到啊 时机未到 对啊 什么叫时机未到 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是不是 是不是楼盘出什么问题了 没有 没出事 没 没出事 吓死我了 那你干嘛让我忍啊 马上咱们就要赚大钱了 到时候拿钱砸死他们 不是 不是 就是 苏海峰告诉我吧 他说 这个楼盘的开发计划 恐怕还要 还得往后拖 还要往后拖 不是 是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 要拖到什么时候啊 不知道啊 就是不知道要拖多长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得忍 所以我们现在得忍 因为咱们还得靠 沈家猪蹄店这块招牌 再忍个一年半载呢 还要一年半载啊 说是这么说 那苏海峰的意思呢 就是让我们做好一个 长期抗战的准备 其实啊 这个事情背后挺复杂的 你想想看 这么大一块肥肉 咱们看着好 那别人看着也好 所以啊 我告诉你啊 我等不了这么长时间了 不就三百万吗 又不是拿不回来 你就全当着死了 咱们把他打掉 呀 是 你不得不得不得了 我不得不得了 那是什么呢 你 drivees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